中文字幕——YK 今年第11号台风凡亚比来袭 路径与莫拉克相似 恐直扑台湾 二次金改币案辩论终结 陈水扁称拿钱合法 收两亿元型台币算什么 台湾抗议天王科斯海重出江湖 为讨债上演洋入湖口行动剧 台海资讯前沿两岸独家试点 欢迎收看由闽中吉祥林独家居民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改建 我是詹陈 今天将由我和台北演播室的 驻台观察员陈赫南 一起为大家带来海峡两岸新鲜资讯 赫南 大家好 观众朋友好 我是陈赫南 在东南卫视台北演播室 祝大家晚上好 好的 我们来看新闻 台湾年底五都选战持续升温 台湾中国时报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在台北市方面受花风暴影响 台北市长郝龙斌落后民进党参选人苏贞昌 两个百分点 而在新北市 国民党参选人朱立伦 民调则是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 四个百分点 中国时报最新民调显示 在台北市长部分 39%的人支持现任国民党市长郝龙斌 41%的民众要投给民进党提名的苏贞昌 苏贞昌小赢郝龙斌两个百分点 新北市部分选情同样紧绷 42%的人表态挺国民党参选人朱立伦 38%的人忠议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 朱立伦暂时领先四个百分点 差距都在误差范围内 蓝绿胜负难定 对于这份最新民调 郝龙斌竞选团队认为 相信最快的时刻已经过去 理性的台北市民会选择有内涵的市长 而不是只会喊口号重视包装的苏贞昌 国民党中央也持续力挺郝龙斌 马英九十七号中午召开记者会表示 台北花博会是国际认证的花博会 不仅是台北的花博会 更是台湾的花博会 民进党不要以为弄臭弄垮 丑化花博会能捞到好处 其实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花博赶快把状况向外界说清楚 让大家了解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这样 尽量的透明 让民众能够了解实况 非常诚恳的说明 是最好的策略 所以我们我会让他继续再努力 民进党前主席许兴良担任董事长的美丽岛电子报 前天刊登一篇 2012苏贞昌确定出局特稿 直指民进党内前新潮流系力拱蔡英文参选2012 苏贞昌无论胜选败选都已确定2012提前出局 这么耸动的话题引发到的媒体广泛关注 现在许兴良加码发言 表示苏贞昌蔡英文五都选战不论输赢 都不能再参选2012 因为两人如果胜选必须一先前表态 坐满四年任期 如果落选会更没有未来 一番话留下无限想象空间 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来听听台湾嘉宾对此有怎样的分析 贺南 好的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厅的嘉宾是台北大学教授郑永平 郑教授好 您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知道今天中国时报在头版刊登了这样一份民调 北二都选民支持度 那么我们想请教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份民调 今天这份民调出来明显的看出来了 其实蓝军现在的选情并不是这么看好 当然这也不是一个意外 因为前两天我们就已经看到有媒体透露出来说 他们做的民调已经是苏贞昌跟郝龙斌出现了黄金交叉的现象 那么至于朱立伦跟蔡英文本来就是胶着的 相持不下 今天让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因为在郝龙斌支持度39% 苏贞昌支持度41% 这样子的2%的差距虽然是在统计上的误差范围之内 但是有一个看好度 也就是选民觉得说谁的胜算比较高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认为郝龙斌有胜算就27% 认为苏贞昌有胜算的占43% 这个落差就到了16%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它反映出来人们心里面潜在的那个投票可能的倾向 那在朱立伦跟蔡英文这边倒还算好 两边的差异都不大 基本上可以说在台北线也就是说新北市 它现在的这个差距仍然在误差范围之内 两军可以说是非常胶着的一个战况 但是在蓝营面对台北市这一个输不起的这场战役 大家现在心里面就已经七上八下了 好的我们再来看另一份 今天在各大报纸也有这样一个消息 就是许姓良说不管年底输赢 蔬菜都不能参选2012 那您怎样看待 对苏贞昌与蔡英文来讲 他们大概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够高票落选 这样子才有可能直接进军这个2012的大会之争 那根据苏贞昌他们内部的一些学者智囊 不经意透露出来的消息 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 苏贞昌原来不想尽全力去选 但是没有想到目前台北市 好龙斌自己做了球给别人 所以呢 现在苏贞昌内部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要赢的话就得要赢得漂亮 所以如果苏贞昌能够大赢好龙斌15万票 那么苏贞昌就可以大言不谈的说 我既然有这个实力 我就要进军这个2012的大位 他们最怕的是什么 只赢了好龙斌1万票2万票 甚至于几千票的话 那这样子蔡英文当然就有话可以说 你要成这个实现你的竞选的时候的承诺 就是你会待在台北市做到满为止 做满四年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状况 苏贞昌希望的是最好高票落选 但是要不然就是高票当选 那但是对蔡英文来讲 蔡英文现在也很担心 他其实不愿意苏贞昌的状况太好 但他自己也经不起败选 如果他败选2012 他也很可能会绝望 所以当这种胜未必是胜 败未必是败的一个诡决情况出现的时候 民意党内部当然就有很多的矛盾现象 这里还包含了所谓的这些四大天王里面 吕秀莲跟谢长廷依然是虎视眈眈的在看着这一局棋 这两个人并没有放弃 他们将来进入大位的企图心 所以许姓良讲这个话 你也可以说他是为蔬菜两个人解套 就是大家不要再去谈2012了 就让他们两个专心去选拔 但是另外一方面 许姓良其实也点出来了 今天民进党内部严重的一个权力矛盾 好的我们感谢郑教授的精彩分析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 好的谢谢贺南 也谢谢郑教授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新闻 今天是台湾年底五都选战参选人登记的最后一天 国民党推出的台北市郝龙斌 新北市朱立伦 大台中市胡志强 大高雄市黄昭顺 大台南市郭天才五人都已完成登记 招财郝立强就位 将展开最后两个多月的冲刺 而民进党推出台北市苏贞昌 新北市蔡英文 大台中市苏嘉全 大高雄市陈菊 以及大台南市赖清德也已完成登记 来绿选战正式就位 此前传出可能脱离民进党参选 大台南的现任台南市长雪天才 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 宣布不投入大台南市长选战 从牺牲性 个人的牺牲性 跟这个大局的必要性来考虑 我的决定 我是不会去登记参选 不会去登记参选 但是不是退选 不是退出 因为出选过以后 我从来没有说 一定要去参选 另外已经脱离民进党参选 大高雄市长的高雄县长杨秋星 日前也在支持者的簇拥下 浩浩荡荡完成参选登记 杨秋星还发豪言壮语 表示自己将改写历史 终结政党恶斗 杨秋星在武党籍市议员 秦阳等人的陪同下 前往选委会 办理大高雄市长的参选登记 他还扬言要改写历史 终结政党恶斗 像我们在改写历史 我们希望可以终结政党的恶斗 杨秋星虽然早就公开声明 退出民进党 但他的退党书面声明 却迟迟未送到民进党中央 从民进党角度而言 杨秋星还没完成退党程序 还必须交民进党中平会议处 民进党副秘书长洪耀福 上午表示 杨秋星尚未完成退党程序 依照党内提名条例规定 杨登记参选 就是违反党纪 最重处分是开除党籍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陈水扁 涉及二次经改毕案部分 16号辩论终结 为证明自己拿国泰金控的钱合法 陈水扁表示 在台湾政治现金非常普遍 他还语出新人的表示 我收国泰一两亿元算什么 15号 在经改辩论庭中 滔滔不绝答辩四小时的陈水扁 16号继续为证明自己 拿各大金控的钱合法 再展变财 陈水扁表示 元大金控并购富华金控 自己完全不知情 他用我指头无名 职位也没名 强调自己不仅没见过元大金控 马甲任何人 二次经改案 也从头到尾都与他无关 陈水扁还辩解称 在台湾政治现金非常普遍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国泰集团给扁加的4亿元新台币 及元大马甲给的上亿元 都只是政治现金 陈水扁还语出惊人的表示 我收国泰一两亿元算什么 陈水扁涉及的二次经改毕案 台北地运何一亭 历经两天密集开庭 将于11月5号下午4时宣判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后回来继续新闻 今年第11号台风凡亚比来袭 路径与莫拉克相似 恐直呼台湾 台湾抗议天王科斯海 重出江湖 为讨债上演洋入谷口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改线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 今年第11号台风凡亚比 正向台湾东部一带海面靠近 强度持续加强 将于19号白天在台湾东部沿海登陆 并可能继续向西移动 受其影响 今天到18号福建全省多云 各式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 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面对这个今年第一个可能直扑台湾的台风 台气象部门不敢大意 在今晚发布台风海上警报 今天下午台湾气象部门 针对南部和中部山区发布大雨特报 目前还已经是中度台风的中度的 就在中间的阶段 呈现滞流打转的凡亚比 暴风圈已经比台湾还大 影响程度就看到时候吸转的角度 19号星期天开始 台风的中心会很靠近台湾 整个暴风圈在当天是笼罩台湾的 凡亚比来势汹汹 预测会直扑台湾 而且它的走向和05年的龙王 08年的凤凰 以及去年重创台湾的莫拉克台风走向 几乎完全一样 都是从东方海面扑向台湾 去年的莫拉克台风给我们南部地区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不过它的整个路线到一进台湾的时候倒是跟它是蛮像的 凡亚比还没来 台湾的蔬菜价格就已经闻风而涨 宜兰的三星通价格从原本的美金64元新台币 飙涨到90元新台币 涨了32% 台农产运销公司说 叶菜类通通都涨 不管是空心菜高丽菜 今天买跟昨天买 价格差了28% 同样的价格三把青菜 现在只能买两把 在台湾有抗议天王之称的柯次海 刚出狱没多久 就发挥抗议本性 近日他带着三头小羊 跑到债务人的家门口 上演羊入虎口的行动剧 因为还在假释中 柯次海不像以往生死历劫 而改用柔性诉求的方式 还在镜头前唱起了歌 抗议天王柯次海又来了 但这回不带狗不带牛 改变过去激烈的抗议模式 牵着小羊走温柔路线 我是一只小羊 牵着小羊来咬 来要钱 镜头前第一次开口唱歌 改编版 我是一只小小羊 虽然这key好像有点差太多了 但不过已经吸引媒体目光 这是特地买来的 特地买来的 你看过那么多媒体摄影机 他似乎有点雀场 一把抱起小羊 柯次海难得展现温柔面 像个羊爸爸贴心为小羊吃草 只是债务员关着门不出面 草在行动没成功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日链接环节 了解一下今天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贺南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岛内各大报纸的头版 像今天经济日报以及联合报 都是在头版关注了这样一个消息 就是大陆方面核准四大台湾银行 分别是土地银行 合作金库银行 彰化银行 以及第一银行 将他们在大陆的办事处升格成为分行 那么据这些报道透露 在下个月还将有两家的台湾银行 会获得大陆方面的核准 可以设置在大陆设置分行 那么在台湾的银行 在大陆设置分行的同时 也有两家的大陆银行 就是中国银行 以及是交通银行 获得了台湾金融主管机构的核准 将会在台湾设置办事处 今天旺报是在头版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 就是昨天举行的海峡两岸 首次海陆空立体搜救联合演练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演练报道是认为 过去两岸的交流的重点 都是放在经贸文化以及旅游的方面 对于人道救援是甚少涉及 那么所以这次演习是颇受关注 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 多方的协调是良好 整个过程是顺利 那么我们也希望两岸之间 今后能够更进一步的深化 防救灾的机制 并且加强这一方面的合作 让两岸同胞即使在真的遇上不测风云的时候 也能获得更及时更有力的救援 台行政机构在昨天是通过了 岛内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 在这个草案当中是上调了贫穷线 扩大了低收入户的认定范围 那么预计会有超过85万的民众 可以领到补助款 那么今天各大报纸也是对这个事件进行了关注 除了正常的报道以外向中国时报也是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评论 就比如说缩短贫富差距租税改革刻不容缓 以及像穷人缺的不只是钱而已 那么这些评论也认为现在给贫困户发补助的做法 其实并不是缩短岛内贫富差距最有效的办法 那么如果不改变目前一些严重向富人倾斜的税收制度的话 那么即便景气再好转 那么在这样不公平的税收制度下 岛内贫富分化还会继续扩大 好的我们再来看选举方面 今天在中国时报的五都选战特报的这个专版上面 有一篇文章叫做ECFA灌顶蓝没有讨到便宜 说的是现在受ECFA最大受益的就是台湾的南部 那在南二都却出现了民众很支持ECFA 但是另一边却把票投给反对ECFA的民进党 那么就像这个专版上面另一篇文章的标题 赚钱笑呵呵投蓝再看看 那么其实金鼓聪已经表示了蓝绿现在的对决 就是开放于闭锁之争 只是一个好的开放的政策已经引来了前朝 却引不来民众对于政策发起者的一个支持 那么国民党方面如果想要收回这些政策票的话 恐怕还需要厘清各种关系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台湾评练媒体的重点关注和报道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 好的谢谢克南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继续新闻 两岸大学生演讲赛在台北举行 北京京华大学学生奪冠 iPhone4手机今天零点 在台湾正式开卖 苹果迷彻夜排队抢购 金价飙涨 排中大甲镇蓝宫纯金蛙组神像 试驾发了近三倍 讲述内容稍后就上 好的欢迎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感线 第四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演讲比赛 17号在台北举行 10名参赛选手围绕阅读与智慧 这个主题展开竞争 最终来自北京清华大学学生林汉 夺得了冠军 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一扬顿挫的语调 自信从容的表情 在海峡两岸大学生演讲比赛上 十所大学的十位选手在台北展开角逐 除了现实演讲 选手们还要接受四位评委的现场提问 在激烈竞赛之后 北京清华大学的林汉夺走冠军 比较和评委的心意吧 就是既不太戏剧化 也不太生活化 将他们两个 我尽可能的把他们融合到一起 同样面对阅读与智慧这个主题 两岸大学生的演讲风格迥异 而思想的交锋 语言的碰撞 也让大家受益匪浅 台湾的同学还是思维比较跳跃 就是思维比较跳跃 然后整个文章感觉都比较活灵活现 大陆的选手们 他们可能是要做的是 我今天要来演讲一个题目 我要传达一个理念 部分选手在这种表情 手势 包括语言的这个方面 都有一点点夸张的嫌疑 或者说是更偏重表演 这方面我觉得是将来 要提升演讲水平 要注意的 举办两岸大学生演讲比赛的用意 在于搭建两岸大学生学习与交流的平台 来密切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不少评审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比赛 让两岸的大学生掀起读书 爱书用书的热潮 东南卫视记者许姓周丽 台北报道 更多新闻再带您来看一组简讯 苦等三个月 iPhone4终于在台湾开卖 17号凌晨 台湾各大电信公司都举办iPhone4 手机销售的造势活动 3 2 1 世贸二管外 被满满人潮绕了好几圈 苹果迷迫不及待 有人从中午12点一直等到晚上 花上12个小时也心甘情愿 非常有质感 不愧是话题性手机 台湾三大电信业者互相拼场 远传开了30个窗口应战 中华电信一口气准备70个申办窗口 面对如此大的促销力度 预估市场将会掀起抢购iPhone4的风潮 日前金价再次飙升 台中县大甲镇蓝宫的镇电之宝 纯金马祖神像也跟着水涨船高 这尊黄金马祖重267公斤 在七年前 一钱黄金大约1700元新台币 马祖市价一亿2000多万 现在金价涨至每钱4800元 市价高达3亿4000万 身价攀升近三倍 妙方担心 马祖会引来不法人士觊觎 还特别做了多项防盗措施 之前歌手蔡依林在MV当中 跟男模拥抱脸贴脸 做出许多亲密动作 现在传出当事人假戏真做 日前民众爆料 蔡依林和MV中演对手戏的男模 到日本东京游玩 两个人还手牵手 互动就像情侣 不过这名男模的经纪人说 他们只是为了工作到日本 跟蔡依林一起牵手 应该只是巧遇 台湾桃园机场又出包 地点就发生在第二行下的 员工停车场 16号晚间7点 地下二楼的变电室突然起火 我们还没有办法判断 确确的原因 但是初步可能排除是施工的原因 火灾当时正值下班时间 车停尽的机场员工 有车开不得相当无奈 下面我们再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贺南你在台北 还有其他资讯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好的 那么受惠于台湾四大银行 获准登陆设立分行的 这样一个利好的消息 今天台股是再度的走强 最终收盘是涨了58点58点 那么同时在这其中 像光光金融以及船舶 这些两岸相关类股 都是有着不错的涨幅 在这其中呢 获准登陆设立分行的 台湾彰化银行 它的股价更是创下了 两年来的一个新高 那么据岛内基金业者就是表示 受到后ECFA时代 以及五都选情的一个拉台 台股未来的走势看好 那么在这其中 金融股更是强棒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台北演播室的全部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好 谢谢贺南 下面我们来进一段广告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 到这儿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和我们主持人有更多交流 可以登陆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詹辰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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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